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付给您 有伙伴们都知道 在微运导系统的电脑上 有很多个版本的安卓的模拟器 那么它可以安装上以后 可以安装安卓的APP 可以允许 那么对于一些苹果的粉丝来讲的话 那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苹果的模拟器 可以安装 那很多小伙伴 想在电脑上体验一下 这个苹果的APP 就是很难的 目前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对不对 那没关系 有幸运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一款 在微运导11上面 安装的这个 苹果模拟器 ls模拟器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来到桌面 我已经把这个模拟器文件 已经下载 放在桌面上了 OK我们打开它 这个名字叫黑雷苹果桌面版 号称是全球首款苹果模拟器 OK我们点地区安装 这边显示安装成功 让我们立即体验一下 OK它第一次启动的话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稍微等下 这边是发现新版本的更新 成绩完成 OK我们使用情绪 OK大家看到哦 许多用后是这个界面 左边呢是一个苹果的屏幕 手机的屏幕 右边呢是一个任务商店 OK我们看看左边啊 将为您带来全所谓的 LLS的体验 那这个地方我们点立即许多用一下 连许多用后来这边 他需要一个一个账号来登楼啊 我们看看我们无音讯什么能登楼啊 我们试一下 OK 打码以后呢 它是说这个请输入微信绑定的雷神帐号密码 登楼 OK那我们还是要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那个 输入一下那个 手机号 再注册一个账号 输入验证码 OK我们汇取一个动态码 OK我们输入验证码 我们再设计一个面码 OK完成并登楼 我们这边点这个统一啊 OK账号注册成功 那我们登楼一下 OK登楼以后呢 这边正在下载净小文件啊 净小文件的话总共有2.67 啊2.67 我现在下载速度是每秒60多兆啊 每秒80多兆 网速还是可以的啊 OK现在解压静小文件 OK初次启动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啊 请来请点准一下 这边是设置这个虚拟的键盘啊 用这个我们键盘上的 连选按键来代替 这个苹果桌面板的一个按键的功能 那趁这个机会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右边的一个APP下载安装 那这一个呢 是这个桌面板 匹配的一个应用软件啊 当然这个应用软件呢 呃不是特别的丰富 它的软件不是特别的丰富啊 那相比真正的这个 APP store来讲的话呢 差了不是一千半点 但是说 它在桌面上虚拟这个苹果界面的话呢 那正常一些常用的 这个常用的一些这个 这个APP还是都是有的啊 都是有的 OK 这一边是 当运行横拟 是由细时模拟器藏口这种翻转 啊 我们下一步 然后这边是虚拟键盘的一个设置啊 我们下一步 OK 我们讲完成 好了 那么我们成功的已经来到了这个 苹果桌面板 那大家看到这个桌面板很简单的啊 目前来讲 默认的只有一个日益照片提醒事项的设置 下面呢就是一个 苹果的一个论区 OK 那我们稍微试一下看看啊 OK 打开以后呢 这个这边啊 这个地方可以搜索的啊 它可以换我们 随便这个 随便输个这个 个人啊 那个个人什么东西啊 我们输入一下看看什么 行 OK 这边是要在谷歌里面搜索啊 在谷歌里面搜索 谷歌里面搜索的话呢 就 需要创造一个 虚拟的 这个 可以创造我们的环境 对不对 OK 我们介绍一下那个 具面啊 这一个来讲的话 打开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成品 对吧 这个按钮是成品 然后这一个呢 是键盘来的 我们打开以后啊 它这边有多方向 这样的标准开火 这个是 法律序所需要的一些 一些功能 对不对 这一个是虚拟定位的功能 这个是一量多大小小的功能啊 这是一量多大小小 OK 这个就是很平均 竖屏的一个 切换 对吧 OK 右边这一个 它是此功能 只针对SVAP用户啊 那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这个设置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相当于这个设置啊 那这个设置来转换呢 那这个是跟我们手机上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跟我们手机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点开通用看一下 OK 关于本期 我们点一下看一下 这个总量 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80机的一个总量啊 现在有737 版本是9.22的版本啊 形号是A163 这个当然是有些虚拟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 虚拟的成分在里面啊 虚拟的成分在里面啊 OK 那我们尝试一下啊 安装一下这个软件看一下 打开给我们这个 我们安装一下微信看看啊 在这边显示现在安装 请招待啊 我们除了这个 我们再安装一下军队头条看一下 OK 下载很快啊 下载完以后再再安装 OK 这个微信安装成功啊 我们等一下这个军队头条 正在安装 找准全刻 OK 这个实现安装成功 好的 我们到这个桌面板这里看一下啊 这个页面没有 我们拿到这边滑一下这个页面啊 在这个页面啊 我们试一下打开微信看看 微信发送通知好 啊 这里是可以打开的啊 但是没必要等等我 这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不对 嗯 OK 我们再看看这个军队头条 OK 军队头条可以成功的打开啊 没问题 大家有问题 OK 我们点个视频看一下啊 我们点个视频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二姐 烙饼很多朋友喜欢吃 但是在家里做呢 总是做不好 总是烙出的饼又干又硬 还不分层 到底烙饼是开水还是用凉水 其实烙饼也是 不放没问题 不放没问题 OK 我们刷新一下 啊 这个就没问题 刷视频就没问题 OK 那我们成功的安装了 并且成功的试运营了 试运营了 试运营了 那么这个试运营呢 它只有12小时的时间 那过了12小时了呢 你可能就要充实或者说 需要这个每天圈到来得7分 大家看到性能还是很不错的啊 假设小伙伴们有需要的话 其实它充值也不会啊 充值也不会 一个月好像就 你一天好像一块一块钱吧 大概一块钱左右吧 这个成本并不是很高 那么可以解决我们一些其他的问题 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呢 安装一些其他的 你想要的一些APP 再在跟他们运行 再在跟他们运行 那个游戏啊 什么都是可以的 在游戏里面有很多 只是说来我播完游戏 我就不演示了 OK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在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的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